大家好,我是琪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今年时间也过得好快啊 还有一个月左右要过年了 那必须年菜走起了 把这个糯米珍珠丸子列入年菜菜单 没有人会反对吧 大家也可以列一下你们家经年的菜单哈 软糯鲜香晶莹剔透 也象征着团圆嘛 那就开始吧 糯米需要提前浸泡两三个小时左右 一般做珍珠丸子是不打水的 我这里呢 只添加两汤匙左右的葱姜水 简单的搅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它也不会软塌变形 顺着一个方向 搅上劲就行了 马蹄和猪肉简直是绝配 清爽脆甜又解腻 简单的搅匀就可以了 再来加一点刚刚泡好的糯米 还有一些玉米淀粉 它更加容易成型 肉馅可以放冰箱 稍微冷藏一会儿 用虎口挤出肉丸 之后在糯米里滚一圈就可以了 之后就上锅 蒸大概25分钟左右 超级的软糯 又有嚼劲 而且脆甜脆甜的 特别的鲜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给大家拜个早年啦 希望新的一年都红红火火 顺顺利利的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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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